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退下来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精神放发 退休后 徐青松搬进了位于白云山路的家 居所一楼成为他的新画室 创作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临港一来啊 或者有想法啊 随时就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时机 所以应该是胡贺创作规律来讲呢 是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投入这个创作这样的状态 这个地方呢恰好是跟我住的是邻居里 因为我这个门口也出来呢 就是你今天来了我就穿得特别的正式 平常呢就穿着睡衣就出来就画画了 在背后这个长11.5米高4.3米的画室里 徐青松延续了他在中国山水画巨制的创作与探索 进一步实现了艺术生活画 生活艺术画 更陆续有了新的灵感和作品 我画画画画了以后又要退后看 又再画不断的上去不断的往后退 这个后退的 所以我这个人有一个后退的理念 看好了赶快退 就跟我现在的身份一样 看好了我退退退 然后在一个距离去观看这个世界 是多么的奇妙哦 是这样的 近年来 徐青松依然不断探索中国画艺术 在当代的前行道路 他从读懂齐昌 唐吟等历代书家经典 进一步追求金石入画 以及探索灰墨的表达极限 更在为筹备中的各展创作新作 大量的组成这个画面的 重要部分都是灰墨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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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有多么的变化 有的那是白纸的几乎是看不出来 可以过度到不要不断的开始种一点种一点 可以到接近龙墨 他这样的一个无限开阔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层次 来给他挖掘跟表现出来 就拓展了我们过去中国水墨山水里头的灰度的极限的变化 今年70岁的徐青松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激情与活力 他每天的创作时间能保持在五个小时左右 有生命力才有好的艺术 他其实是一种生命 艺术就是一种 你自身的生命力很强 所以看出你创造力跟你的艺术的力量很强 孙女孙子的相继出生 为徐青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画室自然而然成为小朋友们的一处乐园 这一棵是我孙女一岁半的时候第一次画国画留下来的处理座 但是他在外面往进来可能对观察自然有一种回应 画室外面的小花园是徐青松格外喜爱的地方 里面有他精心照料的各种植物 每天创作间隙他会来这里晒晒太阳散散步 这一棵是小叶子堂 小叶子堂就是我们家记 照家记最名贵的那个子堂木 它就是它的树 很多人都没看到 长得很慢 那几片叶子都已经长了两三年才有一片叶子出来 那个黄羊木也是种了要两年 只长出来了几片叶子 长得快的树是不成材 长得越慢的树是越名贵越能成材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中国画家好像跟这个植物有点关系 我们就像树一样 它又恍茫的成长的过程 它自我往上 它是通过树叶的打造锤炼 才能成长起一个好的艺术家 有点开心 左边 可以 你可以 唯一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